问题与讨论 1. 实验过程中, 盐酸逐渐滴入锥形瓶内氢氧化钠水溶液中。 瓶内溶液的颜色有什么变化? 这代表溶液中可能发生了什么变化? 答 氢氧化钠水溶液滴入分态时呈现红色。 慢慢滴入盐酸后, 起初颜色仍为红色。 直到滴入一定量后, 水溶液会忽然变为无色。 这种颜色的转变可以知道水溶液的PH值由高变低, 逐渐趋于中性或酸性。 2. 盐酸溶液滴入氢氧化钠水溶液中, 温度有什么变化? 酸和碱的反应是吸热还是放热反应? 答 当盐酸慢慢滴入氢氧化钠溶液中, 水溶液的温度会微微上升。 表示酸和碱作用是一种放热反应。 3. 步骤5. 推测与实际操作的结果是否有差异? 与盐酸滴入氢氧化钠水溶液有何相同或相逸之处呢? 答 分态滴定前后的颜色变化有所差异, 但皆属于放热反应, 且也会产生残留物。 4. 蒸发皿内的混合溶液全束蒸干后, 最终是否有物质残留下来? 如果有残留物, 可能违和。 答 有 白色粉末状的食盐。 探究提问 酸碱中和的检验中, 选择使用分态而非石蕊式脂的原因为何? 答 在此实验中使用分态是因为属于液体指示剂, 相对来说叫食蕊式脂是何? 咸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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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